7月6日零时至24时,北京无新增报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自6月11日以来首次出现新增病例零增长。 6月11日,北京市报告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日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专业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病房对病例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借助信心化等手段帮助患者回顾了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和接触人员,确定了38名密切接触者和所有可疑暴露场所。 根据调查结果,疾控人员迅速对病例到过的每一处场所进行了环境采样和检测,对每一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调查和管理。 6月12日凌晨,发现病例到访过的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环境样本核酸检测阳性, 以此同时,又报告了第二例确诊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患者发病前也曾到访过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 凭着专业人员的敏感性及流行病学调查的经验,很快判断出新发地市场可能为此次疫情的风险因素。 6月12日,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再次对新发地市场的环境和从业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采样检测。 当日发现40件环境标本核酸检测为阳性, 45人烟氏子核酸阳性均来自新发地市场交易大厅副一层的环境及从业人员。 同时,对6月12日新增的确诊病例进行调查, 发现3例为新发地市场从业人员, 2例曾到访过该市场。 进一步验证了综合交易大厅副一层为此次疫情的共同风险地。 此过程历时不到22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